这一局对面选了一个双边阵容啊 咱们可以啊 这把出一个影刃啊 来玩一下啊 但是出影刃归出影刃啊 这影刃肯定得是最后出啊 前期出肯定没啥太大用 这个 应该是兑现猪八戒啊 开局他没买打野刀 那咱这边就预购不假啊 中路路事业了 这个边路还没漏 哎呦我这把不假给卖了 这边上了抢线完了 这打不过了啊 我要出门抗这波就能打得过 这边直接走吧 这二技能啊 勉强是把这波兵线给清掉了啊 这河蟹咱也不敢拿呀 这个前期玩的还挺难受的啊 这个辅助要死 咱也救不了他 看看能不能把这河蟹给拿走吧 前期别亏这个河蟹就行 一技能直接走 被他被动连到了 这个不好玩了啊 前期 正好这把啊 告诉你们怎么去兑现敏玥啊 打敏玥啊 这个前期一旦出现逆风啊 你们肯定就觉得不好打了 但实际上不一定啊 这个东西 你要看他呀 怎么去玩啊 很多人说这个 打敏玥一定要躲他这个链子 其实不一定啊 有时候你硬扛他这个链子呢 咱也能打得过 主要就在于啊 怎么去骗他的技能啊 像这时候啊 就白扯啊 升到刺激之后吧 这个敏玥还有个标呢 应该还算有点水平 这波防止他越塔枪杀就行了啊 别被他连到啊 尽量让他这个被动消失啊 打敏玥 你要看他这个被动的啊 你看这波他被动马上就消失了 这时候躲他一个二迪能 清完兵线 咱们先升个四啊 不着急 稳住啊 二迪能刮他一下 往回拉 队友过来交惩戒 拿河系啊 这一波直接开大招赶紧走啊 不好打这一波 对面有辅助的 先把这个血量给撑起来啊 打敏玥 我是觉得一定要出那个允星的 你前期不输输出桩 这个打敏玥肯定不好打 先把这个冰线给清了 哎 抢到就可以 这波就挺舒服的 先让他压制一会啊 这个都无所谓的 四口药包 啊 他交一技能了 他交一技能呢 这边二迪能起手 刮他一下 往回拉 他二迪能连兵线了 这边追着他打啊 交惩戒拉近距离 平A接二 大招开出来 这波先走 先打他一波状态啊 这个 河系还没刷 他估计回去拿赤甲了 看看能不能抢啊 打他肯定一波 咱是单杀不了的 你不用想啊 起码得几个大招之后 咱才能打得过 平A接二 哎 哎 这波就能打过了 他身上没被动啊 交惩戒啊 二迪能挂一下 一技能先走啊 这波先没大招 大招好了 回头平A 他交大招 这波他死了 二迪能挂一下 直接带上啊 就是一点一点 找机会 你打这英雄 你不能太着急 你着急指令是班舍 知道吧 很多人一打这个敏玥 都说这个敏玥 克制成要紧 其实不一定啊 你看你怎么去玩啊 打边城更好打 你就打狂暴吧 四连之前能打 四连之后吧 这玩意就是看情况了啊 反正这东西 你能躲他 你能就躲他 你能 这时候基本上 就可以压得咋 他又探索到 平A接二啊 往回拉 就是拉扯他 你看 这波被他连着了 二迪能再挂 他二迪能空了 交惩戒 直接拉近距离 平A 二迪能挂 直接开打 他交一技能 这波先把他大招打出来啊 这波一技能 失误了 失误了 这波真失误了 兄弟们 可惜了 我以为这个异技能不用瞄准呢 结果直接踩龙身上了啊 这边我踩到他身上 他就死了 算是 还是跑不了 这猴子过来抢了个人头啊 对吧 他还是不好打 这边赶紧把那个不死鸟给做出来 现在优势已经就是打出来了 这把咱就半说半输输就行 你还敢回头打我呀 他有点想法呢 我还提前开了个大招 这波咱没谁是没有护甲呀 现在咱就慢慢发育就可以了 对面双边这种很好打的 有射手才能打 你像打这个猪八戒呀 只要咱这个攻击率大于他这个防御装 就能打得动 交一技能了 这边不用注意这他打了啊 先清兵线吧 反正我是觉得程友勤打这个迷运还挺好打 还可以吧 这边蓝buff没了 过来开大招 哎 哎 阿克没什么技能了 从这翻墙走吧 要惩戒赶紧走啊 再不走走不了了 塔下药包就别吃了 这边 哎呦 这王昭君好像挂机了呀 不动了吗 现在也没什么优势 我是觉得出那个电刀和影刃啊 玩程友勤还挺爽 特别是打到这个中期的时候 十二三分钟吧 十二十三四分钟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算是一个强势期 啊 换线了 打猪八戒 躲他一技能就行了啊 开大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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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打不过 也不能说打不过吧 现在他有点不掉心远 要发现我打的啊 咱现在这个装备打 猪八戒也是顺便打的 二里能挂一下 往回拉 骗他一技能啊 这边猴子过来 他死了 一技能上来给减速啊 二里能挂一下 叫惩戒补个输出 接个平 哎 啊 阿克过来 这边不用开大 他没打我 哎哟 这就舒服了呀 法师过来直接开大 我就等你起飞 你落地的一瞬间 你这不你就得死 叫狂暴了 叫啥你都白扯呀 你一套描不了 我红麻布给你粘住 你就是跑不了啊 这就好起来了 这打野基本上啊 阿克就算是崩 他切猴子还算是正确的呢 是不是发发烟 这把还是得出兵线 二里能起手 先清兵线啊 平A接二 你看我现在这个伤害 打这个猪八戒啊 多高啊 平A 二里能再刮 A 这把他又跑了 修成接拉近距离 二里能刮 我这不是一几年 我没看踩他 你知道吗 我跟他换吧 也没什么必要 我主要怕这个 我一几年踩上 把他杀死 我容易死他了 就跟他换吧 有些时候都没有用 咱现在这个经济多好啊 你看 随便压着明月打 法师没大 我也杀不了 还是稳一点吧 这把的话 咱要死的话啊 我感觉就不好打了 节奏应该还是从我这块起来的啊 现在就可以出影刃了 九分钟 咱就开始出影刃 这把发热的挺快啊 那你们看看这个影刃成小金 到底强不强啊 猪八戒真是啊 你看没有红buff现在打了 他就不疼了 不怎么掉血了啊 猴子过来先给减速 这边蓝buff刷新 我自己吧 也不好劲呢 我瞅着架势 这阿科刷也刷的真快 往中路靠一靠 这不是猴子直接开团了 我想先切这个法师的 切不到了 这边哎 二里能转一下 开大招往前追 哎 我有血量就是回血 哎 哎 这个位置一一能踩一脚 二里能转一下回血 哎 别回头啊 就是走 就是跟他打 平A接二 这阿科怂了 这不说 我跟你们讲啊 一旦说 咱要是转身就跑的话 这边咱绝对死了 就得正面跟他 哎啊 别吃他这个被动 开大招 平A 二里能转 这明月也得死 一技能可以减速 这法师打野又不来了 没法打 这个对面打野呀 打我没什么伤害 这起飞就是收人头 现在这法师 是不是啊 直接带走 达科呀 千万不能跑 除非呀 有绝对的把握 能跑 能跑得掉啊 咱们再跑 要不然都别轻易的跑 像刚才那波 就是跑不了的 这边往回来吧 我想先骑这个阿科的 刚才他隐身了 结果被王朝军 给反杀了 我现在有八千多个经济了 你看这把发育的快不快 这每月前期把咱们 相当于单杀了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 对吧 没啥太大效果 这暴击率卡卡的 太爽了 不知道为啥 我张小英特别喜欢 这个打暴击率啊 不太喜欢百川那种名闻 总是喜欢带点这个暴击 这辅助看看能不能留一下 踩他一脚 哎 留不住了 交承接也不行 我现在别的不想要 我就想要这红巴 大招开出来 这敏玥最好是 把他大招给他打出来啊 还是往塔下安全的 这一技能没敢出来 哎呦 这法师 你把我红巴 给我抢了 干什么玩意 我就专门等这个红巴 他还给我抢了 哎 这法师你说多气 啊 现在这个影刃做出来了 直接上来和对面打就行了 现在咱输出非常高 就是强势啊 见人就打 甭管他是谁啊 反正咱身后有队友 就想要这红巴 这都有就是不给我 就慧眼装备 咱直接把这暗影战斧补出来就行了 半肉半熟熟嘛 这种装备的话挺脆的啊 但是现在对面都没出制裁梦眼 还挺爽的 这猪八战还真想跟我打 我一寻思你后边就哎 这法师出梦眼了 先走吧 啊 我一让你起飞 我让你起飞 来 我看你能飞多少 哎哎 暴击 暴击 一技能踩一脚 暴击啊 再给我暴一下 这边回头 哎哎 猪八战没什么伤 我现在还能追着他打 先拉回来 对面打也没事也呢 拿啥跟我打 你秒不了我 你只能说是原地等死啊 这个 现在就好像是明天更新了吧 现在赶紧把这三级大一刀做成 这么一运啊 没法玩啊 前级 也就能拿到这么一个人头了 开那招拆塔 也不行 先跳出来吧 我们这边啊 现在还推不上去 这个射手不跟团 发现没 他不跟我打团战 中路有不限 连婆上里开团的 先注意对面打野的位置吧 这猪八战能秒的话 就先给他秒了 先切法师啊 这法师没有位移 先上里给他秒了 回头剩个 哎呦 二零转一下 一波了 对面剩个打野了 这他守不住了啊 踩他一脚直接开大招 二零再转 哎 哎 想跑 这不是得了 别嘴了 追不追也没啥用了 这人头拿不拿都行了 剩一个打野 他也确实守不住 你还给我机会 这小暴击率 你拿什么扛啊 卡卡暴击 这把拿十个人头 这段位反正 你要按照赛基默来讲的话 他不算太高 确实不高 但好了吧 也算是给王者局 这把评分应该还挺高的 14.2的评分 看看这输出率啊 兄弟们 输出商还43.2% 这43% 这什么输出率啊 这还是边谈嘛 这根本就不是了啊 那么然后本期的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我们有缘再见 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我们下期视频